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给的家长送的是高级的散文海宴 在苍茫的大海上黄蜂卷起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伙翅膀碰着波浪 一伙剑一般的直冲向乌云 它叫喊着 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 乌云听出了呼喚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 在这叫喊声里 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 热情的火焰和消息 胜利的信心 海鸦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身影着 身影着 它们在大海上飞翠 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口拒 掩藏在大海上飞翠 海鸦也在摄影着 它们这些海鸦呀 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快乐 轰鸦鸦鸦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轰鸦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轰鸦的起落 轰鸦的把肥胖的身体 躲藏在悬崖底下 只有那高昂的海 自由的 自由自在的 在这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看吧 它飞舞着 像个精灵 高傲的 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 它在大笑 它又在嚎叫 它像那些乌云 它因为欢乐 而嚎叫 这是个敏感的精灵 它从微生的怒吼里 早就听出了困惑 它深信 乌云 遮挡不住太阳的 是的 遮不住的 这是勇敢的海烟 在怒吼的大海上 在闪电中间 高傲地飞翔 这是胜利的一员家 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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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